為了關懷六歲領培並感謝志工以及社會選心黨委的贊助 華山基金會特別邀請專官十三鄉頂齊愛心天才站的領培 展現歌舞還有百歲領水中台唱歌 政策的變民表演 並作為享用中秋唱會 華山基金會在關來國鄉頂齊愛心天才站的領培 今天來到保理町慶祝中秋節 他們帶來政策的歌舞表演 來自超頓一百零二歲的人水 唱愛拼仔贏 祝好大家愛吃百日 這次的這個中秋亮眼參會 是由長輩來籌辦來做我們的表演 那我們也邀請到便臉 還有在地的二胡的一些演奏單位一起來熱鬧一下 那最主要是我們在服務長輩的過程當中 發現很多長輩在家中 他是沒有生活的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每一次的活動 讓長輩能夠積極的參與 為了要慶祝一年一大中秋節 主辦單位邀請六歲的長輩來作為東路 並請作為來享用餐園 華東當中也安排川劇變臉的表演 讓長輩看得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我們很久了 台灣人是地理師學的 我看到我們這個 我看到我們這個 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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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道館的這些中輩 這些老寶貝 來這裡做個聯番 非常高興 大家都說他們自己的 要唱歌 要表演 華東基金會在南道館 各鄉頂市都給愛心 添塞展 推動各行的公益 華東 六歲中輩的照顧給母 透過中秋關懷的參會 讓外界看到他們的成果 也讓頂部就出來聯義東六 記者 環王昆 插風報道